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本季日剧里面的奇葩 豪门望族 在这部剧里面的马场 富美 家真的又漂亮又可爱 随着剧集播出 马场富美家的角色竟然还有了一丝 因为豪门封建思想 而牺牲的悲情色彩 更是让观众的好感进了一步 昨天晚上突然看到新闻 马场富美家疑似被爆出恋情 而恋情的对象还是个大咖 Red Wims的野田杨次郎 据雨漆也田杨次郎和马场富美家 在五月周末的一天晚上 被看到一起进入涉谷的一家俱乐部 随后两个人凌晨三点 从店里出来 去了下一家俱乐部 快到五点多时候 他们又去了第三家店 一位在场的客人透露 他们两个人在店里面经常一起行动 距离看起来也很清静 一直在非常开心的聊天 一位时尚杂志的编辑也说 之前马场富美家 几乎没有传出过恋情新闻 私生活这一块 一直都保密得非常好 不过说起来 他也是非常爱喝酒的人 这一点跟野田杨次郎非常合得来 与其就此询问了两个人的事务所 马场富美家的事务所 承认他们当天一起出去玩了 但是否认恋情 表示他们只是朋友 而且当天也是一群朋友出去玩 并非是两个人单独出行 说起野田杨次郎的历界绯闻对象 感觉也都是颜值超高的女演员们 第一位 极高有李子 两人是2013年2月被爆出恋爱的 9月被人拍到在路上吵架 又传出两人分手 14年爆出两人复合并且半同居 2015年2月时 又被爆出两人分手的消息 但11月开始 有不少粉丝在SNS爆料称 在Red Wimps也常会看到 极高有李子到场 同时10月极高有李子出演的舞台剧 野田也被目击到场观看 看似感情不错再次复合 不过最后大家也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彻底分了手 第二位 钱田敦子 2017年1月1日 钱田敦子和Red Wimps主唱 野田杨次郎被爆恋爱 据爆料称 两人大约两年前 在共同好友的好友团中相识 2016年夏天开始交往 此前钱田敦子 曾在他主演的日剧 《独岛百合子的赤裸裸日记》 的宣传活动中表示 想恋爱 但是不想被恋爱束缚 现在更享受和朋友之间的见面 不少人认为他当时所说的 朋友 指的就是野田杨次郎 之后 不少工作上的相关者 都透露两人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 不过 恋情被爆冲落几个小时 他们双方一起否认了这个传闻 第三位 波刘 波刘也曾经被拍到 和野田杨次郎一起出门约会的照片 不过后来也没有了什么后续 波刘现在已经有了正宫男友 第四位 常泽雅美 前两年日媒 拍到他和野田杨次郎一起出门吃饭的照片 但是消息越传越玄乎 后面还传出他们即将结婚的新闻 据说让他本人都大吃一惊 他和野田杨次郎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 后来据说 麻将本人都辟谣 野田杨次郎的那张脸 我是不行的也是太直白了 再加上这次的马场赴美加 感觉野田杨次郎的绯闻对象 真是个个美人 这次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按个赞和订阅 下次为你们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